我跟我老婆 我們可能旁邊都可以放一些吃的東西 然後一邊開車就是可以一邊聊天 然後可能吃吃東西或是就是 就是我覺得更提升的那種出遊的這種感覺 你不是只是被關在一個車子裡面移動這樣子而已 你是真的是在旅行 就是享受那個移動的過程這樣子 我叫做謝忠廷 我目前是機車行的老闆 我是那個他媽媽 然後這台車是我先生留下來的 他是1989年的T3 永夜最後一台這樣子 對我來講我覺得他有點像是 坐著沙發在開車這種感覺 因為他的整個整體的架子座還蠻舒適的 就是說我們有兩個手銬背這樣子 所以一般我就是可以把兩個手銬都放下來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以速度服務的開車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的那個視窗都蠻清楚的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掌握整個路況都非常的清楚這樣子 然後車子的話 車子唯一的確定是他有一點點 因為他車子畢竟比較高一點 比較重一點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在轉換的時候 他會稍微有點 後座的可能會不舒服 因為他會有點 有點像吉普車那種感覺 會有點搖晃這樣子 可是在前座的人的話就還好 那因為他是後置引擎 所以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爸爸常常講說 他是一種被推著的感覺 就是車子力量是從後面一直推上來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在超車或是說實際駕駛來講的話 就是你不會覺得說 他是一台鄉行車或是一台貨車這樣子 就是他其實該有的那個加速性能 就是非常的足夠這樣子 所以就是不管是遠程或是山路來講 都是非常不錯 而且我爸爸還有改裝那個避震器 所以在轉換上面 有時候他常常在那個 其實有我們開出去的話 其實你在彎道上面 其實實際來講 也不會輸一些那些小轎車這樣子 對 然後這台車陪著我們小朋友到處 我們全省全島這樣子 一路就是我兒子他們很多的活躍 就是跟著這台車走這樣子 就是這台車的話 裡面其實空間蠻大的 然後我們家有三個兄弟姐妹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就有分隔 一個人 一個人就睡在那個駕駛座的 那個他有前座中座跟後面嘛 所以就可能我都睡在最後面 那個貨斗那個部分 然後姊姊就比較好 他可以坐在中間那個沙發床的部分 有沒有 然後弟弟就坐在前面的那個地板上面 這樣子 然後我們出去的話 可能就是不管是睡覺也好 或是說吃飯啊 煮食 都是以那台車當作我們的那種基地 這樣子有沒有 所以可能開到什麼地方 就可以把車停下來 然後媽媽可能就會弄一些吃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就是從我記憶中滿小開始 就會知道說 我們就是跟著這台車 就可以到處去哪裡玩這樣子 而且 因為這台車子的排氣管的聲音 就是還蠻特別的 所以從小我們跟狗一樣喔 只要在二樓有沒有 聽到那個排氣管的聲音對不對 然後就知道說 我們家要回來了 因為不太有什麼 第二台車會有相同的那個 那個聲音這樣子 所以未來想法就是說 我們可能還是會 好好的保存這台車 然後就是好好的照顧這台車這樣子 然後 那個應該也是 久不久 應該是我們也是 頻率滿高的 就是可能會開著車子出去 就是露營啊 或是旅行這樣子 所以說希望他可以 一直陪伴在我們身邊 然後 等我家小孩子長大之後 跟他講這台車子其實是 爺爺的車子 那他 這台車子曾經發問過什麼事情 或是說他的所有的故事這樣子 都會一一的在跟我們家的那個 小孩子說這樣子 甚至說 我其實上次 上個月在路邊遇到一個外國人 他是那個 挪威還芬蘭來的這樣子 然後他看到我的車 他說這是你的車嗎 我說對我的車 他說我會有兩台 然後他都說你這台車實在是狀況太好了 然後他都看完之後他都說 你要把他賣掉嗎 我說沒有 我要那個 我抱把車 我要給他好好保存這樣子 他說對 你不能把他賣掉 但是如果你要賣掉的話 你要先打給我 我會飛過來 跟你買這部車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就是 因為TZN 雖然在台灣 數量是蠻多的 但是 大概真正狀況好的 應該 可能會 就是有些可能是翻修過 或是說有整修過 所以他這台就是完全就是原裝原 他常常常最得意的就是說 我這台是原期 我這台晚餐 晚餐 對啊 我們也是說希望可以說 小心的駕駛 然後認真的維護 就是讓他一直在保持在他 現在 跟他爸爸在的時候的那個性能 是一樣的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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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